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百公百业 预政代表吴朝城关注地方建设观光发展 在今天上午定期大会乡镇直询疫情中 就特别提出直询 针对玉泉寺内属镇产的建物火化再利用 以及油气源的营建推动 政代表表示提出诸多建言 期盼提振预政后疫情时代的观光建设 花莲疫情严峻就连偏向的南区市乡镇确诊 人数也累计破迁 玉泉镇代表吴朝城在今天上午的定期大会 乡镇总质询疫程中 就特别关注政公所相关防疫作为及措施的执行 当然很认真 可以看到在街上大街 也有在消毒 但是没有撤离 那我们民政客也成立了服务专线 那一支就是888-3166-171 那另外一个民政客专线是888-7485 那这两支专线是周一到周五 上班时间 由我们民政客同等来受理 民众的一些疑问跟问题 另外新冠肺炎疫情也带走了无数宝贵神明 正代表吴朝城有感而发 特别建议政公所针对高龄甚至百岁以上 民众先世的火葬费用能减免调降 无损政库收入又能维护王者尊严 这是我们的火葬费收入 包括外乡赏本身的 全部加起来是 总人数578位 总收入是394万多 只是说一般补贴长者 这个火化费减免才15万2千块 这是减免回费的我们当地 能够活到90岁以上很不容易 一些疫情环境的话 你看这个新冠病毒 你看要活到90岁我也不敢保证 活到70岁以上就不错了 之前我们也有跟那个花莲县政府 以前我在民政厨那边带过 就是跟我们中理科那边有做一个研究 这个我代表你这个建议 在这边我慎重的报告一下 就是我们本公所会慎重的考虑 其实它的比例不高 60分钟的咨询时间里 正代表吴超城对于部落灾修工程 道路排水设施的改善 以及正代表建议案执行进度等议题 逐一质询以及建议 记者石玉兰 玉璃正采访报道